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面对众人的责难和非议 我盯着铁核桃凝视了几秒 突然笑了 有人叫道 他竟然还笑 简直没有人性 宋杰摇着我的胳膊说 宋阳堂哥 你怎么了 我愣笑了一声 说 真是欲盖迷章啊 本来没有线索的 现在却有了 我环顾众人 毫不示弱地说 你们中的某一个人 给我听好了 我已经知道 你的身份和目的 我很快就会把你揪出来 我这番话 一半是虚张声势 我在一张张脸上 捕捉他们的微表情 有一个人 像坐贼心虚似的 悄悄离开 可惜没有看清是谁 村长说 大侄子 这件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恐怕得请你走一趟 好好交代清楚 有人建议说 请组长来定夺吧 村长连连摆手 不不不 此事我们自信处理 千万不要打扰组长的清修 简直随我们来吧 村长过来 从我手里拿铁核桃 我怕留下指纹 叫宋杰拿个手帕给我 把政务仔细包裹起来 一堆人过来 簇拥着我们 生怕我跑掉了 我小声问宋杰 这是去哪啊 讲查大厅 是村里历来 决断族内圣物的地方 宋杰皱起眉头 焦急地念叨着 急死了 我妈妈怎么还不出面呢 我问她 姑姑来了又能怎么样呢 宋杰解释说 卧槽 我妈是武松目前的当家人 她来了 咱们就不用这么被动了 我吩咐说 宋杰臣 你不用跟我们一起去 你去查一下 谁家今晚杀过鸡 其实铁核道上的血 根本就不是人血 而是鸡血 这家伙手法一点都不高明 现在正好全村人 都在往讲查大厅走 是一个调查线索的好事 宋星辰答应了一声 我说这村长等人 来到一个风格公谱的两层小炉 一进门 就看到屋里挂着 万古流芳的牌匾 村长在上手坐下 其他宋家子弟站在两侧 村长问道 宋杨 交代一下你今天干了什么 为什么起火的时候 你会在现场 铁核桃 要是怎么跑到你口袋里面的 我今天上午和宋杰 宋星辰去见了一趟 盐婆婆 打听村里八年前的一桩命案 什么命案 我把榕树藏尸 还有盐婆婆 吊包的事情 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一阵议论 村长拍拍桌子 当这是什么地方 不许吵闹 宋杨 你接着说 我说的 这个村里八年前 有个男人诈死 他大概是为了躲避什么 回来之后 唯一知情人 就将他杀害 把尸体藏在榕树里面 盐婆婆 与凶手 也有一定关系 所以他做了两件事情 替凶手开脱 一件事 拼凑出一具尸骨 一件事 把榕树 奉为神树 让人不敢接近 村长说 这只是你的推测 你怎么就认定 这是谋杀呢 我正色说 如果不是谋杀 凶手完全没必要 做这么多多余的事情 榕树里面的尸骨 现在呈现出的体征 是征长的样子 说明他被塞进去的时候 仍然是活着 这案子是 总长命令我调查的 发生这么大骚乱 宋贺廷却一直不现身 我隐约感觉到 这桩案子 总长和宋贺廷 心里都清楚 但由于一些原因 因不变出面 所以才借我 这个外人的手 来还原当年真相 这个村子 必定藏着 不可告人的秘密 村长沉吟不语 旁边一人说 别诈开话题 吟伯伯去哪了 我说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让我去查 我可以找到的 那人呵斥说 你还装糊涂 替核桃明明在你身上 是你从他肚子里 抛出来的 这铁核桃 我突然语色 那人更是占了上风 你说呀 铁核桃怎么了 宋杰摇着我的袖子 悄悄说 深圳不怕影子鞋 你就说实话呗 我却淡淡地说 我不知道 那人还想说些什么 村长拍着桌子说 够了够了 严婆婆现在下落不明 抓贼抓赃 找到她再决定吧 这时候 宋星辰从外面进来 手里拎着一只死鸡 我一阵心细 村长纳闷地说 宋星辰 这是何一啊 我说 铁核桃上的血是鸡血 而且还比较新鲜 所以我让宋星辰 去找村里 今天谁家晚上杀过鸡 杀过鸡的人 一定有重大嫌疑 然后我问宋星辰 鸡是谁家的 宋星辰 环顾一圈伸出手 手指落在 刚刚指责我的 那个人身上 那人一阵惊慌 村长 他们血口笨人 我怎么可能 干出这种事情 我质问他 你叫什么 他口不择言地说 简直荒唐 怎么兜了一圈 嘴鸣到我身上了 这鸡是我家的没错 但我晚上在大壮家喝酒 大壮能证明 另外一个村民出来证实 他没有说谎 原来凶手杀的还不是自己家的鸡 简直狡猾透顶啊 我把死鸡拿起来 用冬油之铜打量伤口 只见伤口有一块铁锈 创面有细小的皮板 感觉是一把常年未使用的钝刀 我想这把刀一定在某人家里 就算仔细擦拭过 也仍然能找到蛛丝马迹 我提出建议说 村长 我想去各家看看 村长一阵皱眉 旁人又开始吵闹起来 这小子怎么借题发挥起来了 明明在说铁核桃的事情 怎么又扯到刀上面了 村里都是自家人 只有他是外人 肯定是他干的 我顿时感到一阵无力 查案子最怕的就是这种情况 本来一个很简单的案子 被一些杂七杂八的人情事故掺和起来 变成一滩浑水 村长拍着桌子吼道 都安静 宋阳 眼下没有证据能证明你的清白 我如果放你走 难平众怒 我决定先把你软煎起来 明天一早再去警示组长 当即有两个精壮小伙 走过来要抓我 宋星辰和宋杰拦在我面前 宋星辰冷冷地说 谁敢动他 对方捏着拳头说 宋星辰 你现在吃力爬外了 不帮自家人倒帮着外人 另外一人跟着说 别忘了我们是你的长辈 你敢对长辈不敬吗 我恨得只咬牙 这样下去 这案子永远杀不明白 还会把自己牵扯进来 我突然发动冥王之童 那两人看见我的眼睛吓得尖叫一声 急忙后退 瑟瑟发抖 不可能 他怎么会有冥王之童 众人也是很惊讶 冥王之童已经有几百年 没出现在宋家子弟身上 净乎是一个传说 村长敬畏地说 大侄子 你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说 村长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顾问 眼下事情搞得这么乱 不如简单一点吧 打电话叫警察过来 查个水落石出 好了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5集更新 尽快完结 在喜马拉雅 直接搜索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请不吝点赞订阅